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作主门徒有什么提醒 第一部份34章29-35节经文聚述了摩西在西来山经过四十周夜 拿着两块法板下山的时候 因着如耶和华说话之后面皮变得发光 众人看见都怕挨近他 后来摩西面对群众说话的时候 会用拍子梦着面 如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揭去拍子 在这里摩西面对群众说话的原因 梦想拍子的目的和拍子的意义 在过往都有一些讨论 面对群众说话 光是来自耶和华神的荣光 反映着神的荣美 亦都是表达了神建立了摩西的权威 众人看见是怕挨近的 印着人的背影的缘故 当面对神的荣光 亦都是显得羞蝎 拍子有这样说是西来山山顶的云彩 借盖着神的荣光 使得以色列文不能够直接去见到神 摩西的面皮发光 这个亦都是预示了神的荣光 是充满在汇幕之中 亦都象征着神的同在 而且是要用曼子去遮盖住 遮蔽住 这个亦都是保护以色列文 让他们不能够闯入这个禁地 冒犯神的荣光 到第二部分 三十五章一至三节 经文描述了耶和华 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条例 这里清楚说明他们六天要做工 第七日乃为圣日 其中条件相当严厉 凡这日做工的必备自死 又不可他们在一切的住处里面去生火 正统派犹太教认为生火是相等于工作 也有学者指出生火除了是指日常生活之外 这个特别是指建造会末时所预备的材料 例如容金、银、作器名等等 这个要求既简单又严厉 到第三部分 就是三十五章四至十九节 这里摩西详述了耶和华 吩咐以色列文奉献见会末时所需的物品 当中第五节和第十节 都以你们中间作句子的开手 这里特意提及了一些的人 凡乐意献的凡心里有智慧的 在这些人分别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 和要来做耶和华一起所吩咐的 除此之外 经文就是列出了那些见会末时所需的物品 以上的经文表达出三个场景 以三个场景都和我们面对神 和与神同在有着物质的关系 第一个场景是当我们自己去面对神 就如摩西独自去面对神的时候 他终于显得敬畏谨慎 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得着主的荣光 我们知道这份荣光是源自于他 而不是出于自己 我们有没有像摩西那样有那种谦卑 事事显出紧慎自守 珍惜与神同在 与神见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 在常作面对神的准备 第二个场景是安食日 这个也提醒我们在生活上是需要分别为圣 安食日以为主 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凡数的工作 日常的家务去安静我们自己 去分别这个日子去专心一意去敬拜我们的创造者 到时人生活繁忙 我们愿意分别这个日子去专心一意去敬拜去吗 第三个场景是会幕 会幕代表了与神同在的地方 这个也都让我去联想起今天的教会 神吩咐以色列文要乐意地去献上 见会幕时所需的物品 我们有没有乐意地献上我们的教会所需的物品呢 这个是属神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乐意去献上我们自己补过的时间和财干给教会呢 以上三个场景都是我们面对和经历神同在的地方 我们以什么态度去回应呢 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 不是廉价的恩典 神有着严格的要求 我们有没有对这份的恩典 或者神的教导 真而重之呢 我是同心祈祷 创天造地的天父 感谢你 借着拯救以色列文 去祝福天下万续万光 更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让我们得着生生命 有着丰盛的生命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在不同的生活的场景里面 应该怎样去亲近你 回应你 以至能够得蒙你的喜悦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 怎样去仰望你 赚送你 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 一同去经历你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祷告乃本靠救主耶稣基督 圣明的祈求 阿门